無關將今以後 只有一年我都會掉 因為其實很多人問我 為什麼會發全台語 那它其實是有一個脈絡 就是我從2011年的時候 是很久以前 12年級 對對對 那個狀況是我那時候 演了一部戲叫《眼淚》 然後我在裡面我是講台語 就我跟蔡正南 我們一起對戲這樣 那結束之後 我就幫那部戲寫了一個片尾曲 叫《Sayonara》 結果當時 Dame Go聽到之後 他就跟我說 你的聲音真的很適合唱台語歌 你應該要多唱 這樣 然後隔了很多年之後 2019年 我又寫了另外一部 電視劇的主題曲 叫做《狗家的心》 然後我就做了一個 讓大家沒有想像過的 台語的編曲這樣 一路一路累積累積到 水逆這張 想說 好像是時候來面對一張全台語專輯 因為我阿嬤她只會講台語 那我其實從小就 隱隱約約一直有一個遺憾 是我沒有辦法 好好的跟我阿嬤聊天 所以長大之後 開始一點一點的 把它找回來 這是一個很 有一點浪漫的一個過程 重新認識自己的 找回跟家人的連結 這樣子 這次有入圍的一個最佳作詞人獎 就是《人如何學會語言》這首歌 但聽說你在填詞的過程中 一度讓你很挫折 結果要不要跟我們大家分享一下 怎麼了 《人如何學會語言》這首歌 它的起始是 那個 我看了吳明毅老師的小說 然後他在《苦語之地》這本書裡面的第二篇 就叫《人如何學會語言》 然後我稍微分享一下這個故事 好啊 就簡單的 就是一個自閉症的少年 他從小就聽得懂鳥的聲音 他聽得懂鳥語這樣 對 所以他就長大之後 變成了一個鳥語研究員 對 可是後來他 這世界上最懂他的人就是媽媽 然後媽媽過世了 他就回去奔喪 奔喪完之後呢 他自己也生了一場病 然後他就聽不到了這樣 那聽不到以後怎麼辦呢 他就沉疾了一段時間 他就去到一個首語社 結果在首語社 他認識了一些朋友 他就突然間覺得 我好想要告訴我的朋友鳥語是什麼 所以他就開始研發一套 可以講鳥語的首語 是 這是一個翻轉的過程 就是轉了很多層這樣子 那這本 這篇文章就叫《人如何學會語言》 我在看完這篇文章的瞬間 我是真的受到很大的衝擊 因為某種程度上 可能如果有一些自我投射 我就覺得我覺得我很像那個人這樣 然後我現在在面對台語這個語言 就更像那個人的狀態 就是我在我想要 我想要講話 可是我 我好用力還講不出來這樣 那看完這篇之後 我就發展出一整張專輯的概念這樣子 所以它是整張專輯的第一首歌 先破碎再重建 然後又再一次來提煉 進化之後自己的一個過程 找回母語也是如此 那不然我們現在呢 馬上就來聽聽 一能為我們帶來這首 《人如何學會語言》 無筠… 無erver無力 nesia 2 3 1 2 2 1 1 2 00 吹開嘴 說不定的記憶 怎麼發出 無意氣的聲 不管將近以後 只有眼光就回到 用我們全部的意志 用別處來拔 就好惡在你的心腹 恨恨剩一塊的領域 難天是一首粗心的手 用全身的開朗 命運營過你的白酒 尚不及在我的腦 後天是一首粗心的腳 用全身的開朗 哦 是一首粗心的手 用全身的手